这是一个前瞻性的新救护机制 也是一个崭新 创新 变民与立民的新做法 使得桃园县两百万县民的每一个生命链 无缝接轨 其为民之所欲 桃园县警察局辖下的消防队 在民国六十三年接受世子会捐赠的第一部救护车企 便开启桃园县救护史上的第一页 台湾省在民国六十七年颁布的 台湾省各县市警察局为民服务 紧急伤病送医执行要点时 扩大了执行紧急伤病患运送服务范围 八十四年消防法修正紧急救护 为消防三大法定任务之一 国内紧急救护服务 从此便开始进入崭新的里程 紧急救护服务是一项专业工作 除了人员训练 救护车辆装备 通讯器材也必须及时更新 如何提升救活率减少患者失能 维持高品质的救护专业服务 更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因此在民国八十七年 是桃园也是全国第一支的专责救护队 桃园专责救护队于焉诞生 八十八年再成立中立专责救护队 桃园县以这两支救护队为基石 一步步带动提升全线紧急救护品质 而且成效斐然 在救护技能方面 多次荣获全国第一的夹击 在救护服务品质方面 或服务民众百分之九十八 给予高度肯定 2008年康建杂志 健康城市大调查 荣获EMT救护技术源 救护品质买力度全国第一 并多次获得内政部消防署 评鉴为全国第一 然而精益更要求精 因为到院前紧急救护 是急诊室的延伸 而高品质的到院前紧急救护系统 可以减少紧急伤病患失能 甚至增加存活率 而常常所挽回的 不仅是个人的生命 甚是一个家庭的幸福 影响所及更为深远 所以桃园县政府消防局 全力秉持贯彻 吴县长爱民亲民的施政理念 从今天起 正式成立了一个 现代化紫凤凰专责救护队 其范围涵盖全县十三乡镇市 唯一变名更是立名爱民的创新做法 消防局190好 好 我马上 好 我马上派人赶过去 救护 救护 赶快出动 赶快出动 好 搬请救护三车 救护出行 疾病救护 比较凶 任务来了 从出行 现场处置 车后照顾 回报到记录资料全面监控 以前瞻性 及时性 及回缩性管理 多管道监督服务品质 形成严密 到院前紧急救护网 提供县民高品质的 到院前救护服务 谢谢您好 我这边是桃圆县政府消防局 是本月初二日晚间 我们有在市民开台救护 不知道因对于本局现场 跟送医途中的 急救处置满意吗 民国87年 桃圆县是台湾第一个 成立专责救护队的县市 自今年10月 已经设立了23个专责救护队 也训练了39位高级救护技术员 也是台湾少数几个县市 能让卫生局 消防局及医院紧密结合的 紧急医疗救护网 今年到目前为止 总共有10位 到院前没有生命增强的病人 能完全康复 活着离开医院 有多少排回鬼门关 死里求生的奇迹 还给多少人 一个圆满的家庭 消防同仁都记得 每每在事后 送上温馨的祝福 和民众分享重生的喜悦 那时候救护员上来的时候 一开我们家的门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在我们家的客厅就破水了 那时候那个紧性救护员就是一直 就是一直重复地安慰我 然后跟我说他有接生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就是第一次生成的来讲 就是帮助还蛮大的 然后后来那个上了救护车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南侃家楼道的时候 小孩子就出生了 因为他们的及时感到 所以让我们得到最直接的照顾 还让我太太跟我的小孩能母子平安 所以在这里还是非常感谢他们 追求幸福和美满永无止境 桃园县消防局还在持续地与自己与时代竞赛 未来积极朝向 四分钟内给予病人基本维生术CPR 八分钟内可以给予高级心脏救命理想的 紧急救护系统努力 高品质的道院前紧急救护系统 是民众遭遇紧急伤病的第一道安全网 面对县民的安全寄望 所有救护人员当全力以赴 为针缩罗织这张紧急救护网日夜打拼 为缔造桃园县为一个最安全与健康幸福的城市 而努力不懈 我十三岁的时候 如果我发病没有救护车 我老伯如果大胆的时候 要救护车 这个心愿我来做这个公益 但是我校生的媳妇很友好 我跟他来做这个公益 他也很高兴 所以我的心愿完成了 已经八十几岁了 十万亿了 桃园县在民国八十七年九月七号 率全国之先 成立专责救护队 十二年来 所有的同仁尽心尽力 已经初步具有成效 但是救护我们必须要精益求精 所以消防局在即日起规划一个更新更便明的紧急医疗网 叫做紫凤凰专责救护队 我们在全县十三个乡镇市同步来实施 希望完成一个严密道院前的紧急救护 让县民能够享受更完全更便利的紧急救护服务 我们同时要感谢每一位 曾经热心捐赠救护车 以及相关救护设备的善心人士以及团体 谢谢你们 我们更会督促消防局确实把这项机制做得尽善尽美